台灣加進聯合國 我剛才說過有可能要很久 但是我也要跟大家說 有可能也很快 因為你真的不知道 什麼時候情勢就逆轉了 譬如說什麼東帝文 本來好像看起來不可能 要戰很久 一下子就過了 可是我現在美國說要支持 很多的國家加進聯合國 獨立之後 老實說瞬間反轉 你說你說蘇聯 你也有可能想說他會看台 什麼時候波羅的三小國說 我可以獨立 你想得對 OK 但是要是說十幾年前 後來他就病了 我要講的就是說 台灣入聯我們不知道在當時 可能很久 但是我們要戰 可能很快 要跟台灣共起 但是說那如果是一個技巧 就要堅持 就要有熱情 就要參與 就要打拚 現在我要給大家看就是說 如果是這樣 要讓全世界的人展現說 台灣人跟任聯合國這個事情 大家很重視 那氣勢要做出來 現在這樣有嗎 為什麼有的人這麼認真 這麼認真我們跟他學會 有的是什麼怎麼會這樣 兩旦 算一算 請大家看 如果青青綠色的標示說 已經超過100% 他現在是 政策目標是200萬分 這樣 結果 夏中庭118% 柯建明274% 蔡同榮100% 張俊雄1802% 這超過100% 才會學到 但是平均現在多少 63% 我們現在要跟他說 6成以外 跟平均值都不夠 為什麼 要給大家報告 呂副總統54% 陳勝宏53% 黃庆齡37% 劉士芳42% 那麼陳水圖19% 許禁頓34% 沈國榮50% 林喜耀53% 黃陸會16% 黃光秀29% 顏曉晶53% 林美玲50% 蔡縣浩1.3% 黃縣東52% 好 請大家看一下 我今天這個東西不對 所以我特別要把它折起來 總是要精準 圖榮正這個人不錯 183% 再來是呂盈盈46% 蒲散湖50% 陳樹芬41% 蘇智芬48% 丹明文312% 索範帝45% 許天才56% 楊秋生1806% 曹啟宏59% 陳秀惠57% 王榮正20% 尤其是祝德 我們不要這樣說 黃淑英22% 吳明明這個人不錯 400% 有這幾個人 這個人在尊敬 因為他是一個學者 沒什麼人脈 他也沒什麼條子 所以也做得到 一定做得到 好 林文朗26% 許德祥53% 黃成42% 楊芳丸51% 陳瑩51% 蕭美琴24% 南美金54% 這都是不夠 這個什麼 六聲的 好 請大家再看 林靜新 不好意思 林靜新有60% 曹萊旺42% 黃建輝28% 審花會50% 彭紹錦101% 這不錯 吳芙桂53% 衛明古51% 林雲生19% 林樹山36% 林國慶138% 這不錯 河水生54% 鄭國中56% 林育生36% 再來 李明憲51% 唐碧兒52% 陳明珍50% 陳東龍14% 洪騎昌50% 薛靈36% 田秋津 不好意思 田秋津不錯 許榮署27% 好 各位大家看一下 郭正亮52% 徐國勇55% 我超級了 我今天又有交一千萬元 今天又有交 他還沒統計出來 這樣嗎 這是最新的 你是會報告 我會報告 會報告告告告 好 管閉齡100% 李昆哲109% 再來是林淑芬不錯 183% 吳秉瑞55% 王淑慧51% 趙永青57% 陳朝龍不錯 183% 陳軍德42% 郭榮中50% 再來蔡其昌36% 郭俊明27% 再來是江昭儀58% 陳憲宗33% 蔡其芳223%不錯 彰花冠196% 這也不錯 再看一下 謝謝 謝謝 黃偉哲 葉醫精52% 黃偉哲50% 李俊毅50% 嚴文章50% 陳其譯52% 再來盧伯基56% 謝明媛54% 王世勳不錯100% 再來是田新44% 姚文治58% 劉瑞龍23% 柯金德55% 劉建國31% 再來是李士兵59% 陳光復37% 尤翔要23% 再來是蔡明憲25% 陳廷飛53% 陳忠仁這不錯 152% 好 接下來我們再看 這個什麼 這個不錯 邱憲營現在100%3% 王姓朗不錯 15% 尤盈隆這也不錯 這200% 這也學著 翁金珠52% 周清鈺123% 那麼 尤錫坤192% 陳其邁這個不錯 這沒配合 他沒配合 但是他高萬幾分 另外 這個台北市東部21% 台北廣東部23% 宜蘭廣東部123% 這不錯 其他 其他其實 這些廣東部 除了嘉義廣東部現在100%6% 另外花蓮縣黨部比較好 台東縣黨部100% 以外勞工黨部111% 其他都還不及格 所以 要給大家報告 現在是133萬7900分 他要達成是211萬分 現在達成率是 63.38% 好 我要說是說 奇怪 怎麼有人 還現在這麼認真 鳳姨 這裡面兩個人 特別要拿出來鼓勵 一個是吳明明 他是一個農經的教授 他是復訓區的 沒有調較暗 不算紀過 但是可以連數到400% 另外一個王世勳 他是台中 已經沒選了 因為籌算跟何敏豪 民調輸一 所以沒選 但是人們沒選繼續做 所以我認為這兩個要特別拿出來鼓勵 不因為我沒選機 跟我沒關係 所以我沒做 你剛才說的一個觀念 我發現 曾韻鵬怎麼會0% 他就差不多 還沒推動嗎 好 所以你剛才說的一個觀念 我發現立連台灣參加了 可能一年可能十年 我最近特地素發現 台灣的命運 其實三個美國總統決定 羅斯福 杜魯門跟艾森豪 杜魯門本來要放 要放三千塊就這樣 但是什麼事情改變 寒戰爆發 一件事 所以蔣介石的政權在台灣得以保下來 共產黨沒打過 但是我們要先拚 你台灣要先拚入聯 公道好過 跟全世界來講 我要參加聯合國 美國的政策 是有可能因為換總統就改變 是 我想這樣補充 聯合國都不錯 有一項事情可以改變 整個台狗 我們台灣要等那項事情太厚 我們台灣自己在凌晉共識 美國人兩千共本年最重要 就是讓美國人看 你台灣開始有這個決心 這個決心不可以清負 美國沒有支持的 不可以 要逼給他看 所以任何的手段 安裝去凌晉共識 都要做出來讓他看 兩千共本年如果本土政權 繼續下去 堅持下去 美國人必須要低頭承受這個政策 又是這點 布希跟達賴媽還在記憶 我要說是 奇怪我們兩千三百萬人 經濟實力是這麼強 今天說什麼 說我們的外人投資 現在創新高 聯合國全球排名31 全世界的經濟力 說十幾名 說經營我們沒辦法加進營 沒辦法變成一個國家 對 所以台灣人為什麼不生氣 小布希可以見達賴媽 小布希為什麼不能見陳總統 他還是民主選出來的 我這邊要講的是說 其實台灣要堅持下去 其實就很多機會 最近我們前面講 東帝文科手握 其實最近萊斯 就是鼓勵巴勒斯坦 趕快建國 甚至他們現在挑的是 他首都要放在哪裡 要跟以色列協商 我意思是說建國 尤其這些東西 巴勒斯坦以前 大家都認為是恐怖分子 巴勒斯坦 對 巴勒斯坦 對 巴勒斯坦 大家覺得這不可能 阿拉法特 對 現在看 美國國務卿來的時候 你趕快建國 美國要幫你 巴勒斯坦連土地 都還沒有找到 他國土要在哪裡不曉得 但是他已經可以成為 聯合國的觀察員 你想想台灣的 整個相關環境實體 巴勒斯坦還更加優越 我們有土地 我們有2320人民 我們全世界前20名的經濟體 我們還有辦法 最重要是台灣 要有一致的想法 達賴媽媽不會有人質疑他 因為西藏人沒有人會去質疑 他們就是相信 但是台灣比較悲哀的 可能有一兩百萬人 甚至超過一兩百萬人 是在質疑我們現在台灣人 要做主的心情 這才是台灣的悲哀 問題是出國民黨 這就是我說的戰略價值 消費嗎 消費嗎 有種旨的一種異性 有種旨的比較好 又是兩種頂級的 不含有什麼 有種旨的 有種旨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